我们手上的游戏卡带 最终的下场无非就两种 一种是游戏通关了 很享受 然后把卡带放起来 想过一阵子再玩 或者游戏玩不下去了 没时间玩 BOSS打不过去 然后就搁置了 想着以后有时间再玩 这都叫吃灰 游戏卡带一旦放起来 就会变成固定资产 几年时间过去了 你可能都没有再玩它的冲动 因为我们现在可玩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明年Switch 大概率会出新机 像这种老卡带 一直被封印着 最后的结果 无非就是被你老婆 或者你老妈扔掉 这种东西在他们眼里 都是破烂垃圾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收藏了那么多的DVD电影 还有珍藏的旧书 现在想想都是眼泪 卡带的另一种结局 无论是通关了 还是玩不下去 一旦吃灰超过半年到一年 我都会把它卖掉 断舍离 你想想 一年都没玩的游戏 说明从心里是不想玩它的 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怎么卖二手游戏 也不敢卖 怕被骗 我最近发现转转上有个平台寄卖 挺省心的 适合新手 平台派人上门取货 然后帮着拍照片上架 关键是我们不用和买家一个一个的聊天 砍价属于全托管模式 价格是我们自己定的 卖出去后平台会直接打钱 如果商家七天还卖不出去 可以申请免费退回 现在有活动 游戏卡带这个品类 限免手续费 这样我们的游戏卡带就变成了流动资产 它在下一任玩家手里还能发光发热 你过不去的boss 别人可能就白金了 对于我们来说 不仅没了负担 还能挥点血 买点我们想买想尝试的游戏 丰富自己的游戏体验 如果以后想玩了怎么办 很简单 再买回来 因为游戏卡带这种属于批量化生产的产品 玩起来都是一样的 游戏出二手这种事很常见 开始可能舍不得 卖几次就知道了 一烂在家里发霉 最后当废品给扔了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